丘一来了我变美了 大家好我是丘正宏医师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大麦青汁是什么东西 喝的真的能减肥吗 我相信会问到这个问题 一定是最近看到很多 很多这样的一个宣传或者广告 那么大麦青汁 其实它是什么东西 大麦青汁就是大麦的嫩液 或者是加上甘薯嫩液 去把它挤成汁 变成一个绿色的汁液 对不对 或者是把这个汁液过滤 把粗的纤维过滤掉以后 再去把它制成粉末 然后粉末来调配成饮料 这个就是大麦青汁 那么现在广告很多 说大麦青汁可以 我们讲说可以调整体质的酸酸 酸碱性酸碱度 那么也可以排除体内毒素 也可以帮助减肥 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分析分析说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效果 对吧 首先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排毒 基本上来讲 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 吃的喝的吸的用的都是毒 所以大家觉得体内一定是充满了毒素 但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以医学的角度来看 体内其实有三大排毒的器官 一个就是你的肝脏 一个就是你的肾脏 一个就是你的肾脏 还有就是你的肺部 我们比如说我们吃进来的 吃进来的东西 有时候可以藉由呼吸把它调节掉 我们常常知道说 吃进东西有时候口气会有那个味道 事实上那个就有点排毒的效果 还有就是肝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解毒器官 肾脏还可以藉由排尿 把这些毒素把它排除掉 听懂吗 所以基本上一个健康的人来说 你的毒素应该是不用担心说 什么积在体内太多 除非你生了病 这些器官有受损了 那当然你的毒素就排除不掉 真有如此啊 你的毒素排不掉了 你应该看的是医生要开始治病了 而不是说这个这个用排毒 吃一些什么 用一些什么来排毒 也缓不济起 听懂吗 那至于讲到这个体液酸减度的问题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好的缓冲系统 你说靠着吃东西来改变你的体液酸减度 其实啊 微乎其微 可以说几乎是不受影响的 听懂吗 大概体液酸减度会维持在这个7.35到7.45 不太受这个食物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吃素的人他体液就是减的 吃素的人体液就是酸的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知道吗 我们吃素的人呢 其实啊 你知道吗 蔬菜水果没有错 减性居多 但是你知道吗 吃素的人吃最多的这个米饭面食 是他去酸性的 米饭面食是酸性的 大家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吃肉的人他是酸性的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吗 牛奶是减性的 所以这个跟大家的观念 根本是不太符合 所以不要太担心这个体液酸减度改变的问题 好 最后讲到减肥 你说这个大麦汁 如果它里面真有膳食纤维 那当然了 如果用它来代替我们的米饭面食 那当然有点减肥的效果 可是呢 你要说多喝它能减肥 除非它引起了你腹泻 那导致这个拉肚子 那倒不是减肥 那是排便嘛 排便顺畅一点 听懂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 除非你是非常的极端的这种挑食 然后都不吃蔬菜水果 那你喝点大麦汁 我不反对 好听懂吗 可是如果你要说用它来做减肥排毒 或者调整体液酸减度 我觉得似乎有点言过其词